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关心 金融捷运的最新进度 交通部长特别与台北市长 柯文哲会面沟通 搭传了共识 金融市长林又昌到新北板桥 领取110年金安奖时表示 柳暗花明波云见日 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金融市长林又昌 在金安奖的台上 显得非常高兴 这一次又昌市长 跟交通部长王国才 以及新北市长侯友宜 同居一堂 获得非常好的回应 交通部随后也敲定 金融捷运第一阶段路线 将从八堵到南港 中间与系东线共轨 一共有13站 金融部分有八堵 七堵 六堵 百福 北五堵站 而七堵到张树湾 都是高价的路线 我想早上 这个王部长跟柯市长见面 是一个蛮正向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有点像柳暗花明又一春 然后波云见日的感觉 在新北跟基隆这部分都没有问题 那今天早上拜访了柯市长 也大致把这个路线定下来 那现在的西东线还是东湖到西子区公所 下一段是下一个阶段 要接到东湾线 因为东湾线它现在还在做 这个相关的规划 所以这是留下说未来延伸的空间 那本来金融捷运呢 就是要解决基隆跟新北 还有台北市的交通的问题 那我在之前也曾经提过 其实金融捷运可以进一步 解决内湖的塞车的问题 那很高兴 这个就是柯市长提了这个意见 金融捷运跟环东线来进一步衔接 关于这一点我是支持 我也觉得这个对于整体的一个 金融捷运的效应也可以更高 东湾一定会挺 因为它要跟那个 我们文武县做一些衔接 当然它里面因为整个位置 大概有两百八十公尺 所以我想说这一部分继续往 这个环状线来演 是比较有整合的效益 但是这个应该会在第二阶段 因为现在的西东线已经在综合规划 然后宋审的阶段 所以部长这个东湖上也会共购 那未来也是也会延伸到东湾段吗 是现在这样 金融捷运事实上它是主要是用 这个阪南线的延伸的部分 所以它第一个是在南港展览馆 所以意思是说在南港展览馆站 完全共购就可以接文武县 那另外一个就到南港站 包括跟高队台北的共站 所以我想说这部分 如果走主线在我们金融捷运的部分 这部分也都没有问题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过因的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能够针对这个就事论事 然后能够把这些问题把它厘清 那或许过去这个柯市长对这个金融捷运 在认识上或者了解上 有一些落差或者是误会 我想这个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今天他跟王部长也能够达成共识 那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高兴 尤其王部长想愿意来 王部长风尘涂涂 未来很多协议系统 不断地做好协调国风 也不断地为交通各个面向 全力努力顾 我们只要认真 踏实 尊重专业 大家一起谈结面对 没有一项做不到的 我想有关于这一点 因为现在铁道局正在进行 最后的一个综合规划 我想这一切就尊重专业 也尊重铁道局最后的一个评估跟结论 那因为相关的一个技术的形式 还有它要经过的一个路线 甚至包括场站 那等等都会对经费上有一些的影响 这部分尊重专业的一个评估跟决定 所以台湾基险 高峰 往路基险 各班期都会联结在一起 大家互相想一想 怎么样做会最好 如果大家有一些想要顾要 请尊重专业 那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 基隆捷印跟系统 不管现在已经都完全正合了 所以我想说这一部分目前在 整个路红的架构 甚至下一阶段跟 这个环状线的这个整合 大概都 整个共识 我想说大致都得到共识 那我们下个阶段就是用这个共识 有一些细的讨论 比如说在巴独的转印要怎么来设战 是共战 共战的转印还是同业台转成 这部分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部分 接着翻发的是第二组的第一名 金融市港道路政官权 由我们的社长亲自领奖 那我们重视金安的这个奖项 最重要的是我们金融市的整个城市的一个建设 在这几年有大幅的一个进步 那市中心区的交通还有人本的一个环境 都有大幅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特别过来领奖 一方面是来接受这份喜悦 二方面是对我们相关的同仁 在过去这几年的一个辛苦 也对他们表示支持跟肯定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市场 为了让更多高龄者获得营养讯息 金融市政府在2018年 成立了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由专责社区营养师走入社区服务 甚至运用LINE线上传递 透过多元化的管道 推广营养资讯的做法 在国民健康署办理的健康城市 继高龄友善评比得到了创新奖 卫生福利部次长石崇良颁发 最佳伙伴奖给旧市长刘昌 感谢台湾健康城市联盟多年的协助 为了鼓励地方政府推动 具特色及永续发展的健康 继高龄友善城市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 特别举办评选比赛 结果吸引了359件投稿 经过三阶段评选后 有43个单位获奖 今年开始 另外一个新的计划正式启动 就是我们的银法健康俱乐部 我们除了前几年开始做的 社区的营养中心 各种的赋能活动之外 现在我们要全力的来推动 银法健康俱乐部 希望透过我们在做 各位的共同努力 让我们的长者更健康 不仅是余命的延长 更能够快乐 幸福 活跃 在地老化 包括台东县 老庆林及云林县长张立善都亲自出席 三间台湾健康城市联盟理事长的李又昌 也颁奖表扬AFHC及优县市 李又昌强调 台湾即将进入超高龄社会 期盼透过经验分享 邀请更多城市加入打造健康永续移居城市 其实相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台湾在这一部分 长照跟长者健康的一个照顾 还有整个的一个社会安全网 以及我们的医疗体系 其实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 我想国人应该对这一点 我们要有信心 那过去所努力的这些成果 在这一次防疫的期间 其实我们都看到了 它的一个成果跟成就 也让台湾在现在是几乎是完成 清零的这样子一个目标跟动作 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所以今天我们推动这个永续的一个目标 还有把台湾所有城市都变成一个健康的城市 我想这是所有县市场 大家共同的一个方向 那我相信也是中央政府 非常重要的政策的一个目标 那大家一起来努力 国建署方面也邀请多个得奖县市 分享执行心得 相互与地方伙伴共同努力 实现健康台湾的愿景 记者张其滩台北报道 您的身旁有身心障碍的家人或朋友吗 要如何帮助他们获得更好 更良善的照顾呢 要带你来看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在私立光荣家商的操场 举办庆祝国际生障者日的系列活动 强调平等参与 共创多元价值 12月3日是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提前在11月28日 礼拜天在私立光荣家商操场 举办庆祝国际身心障碍者日系列活动 现场设置基隆市许多各个身心障碍协会的摊位 展示也让民众体验自力更生生产的各项食品 和手工艺品以及按摩手艺等等 强调平等参与共创多元价值 向下扎根的观念 在社会处长吴挺峰 以及身心障碍福利科长郭淑娥等人陪同下 市长林又昌亲自出席参加 宣示力挺身心障碍朋友们 也特别邀请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卫福部长陈时中 在每天疫情记者会上的专业手语翻译老师 李正辉 在现场担任及时手语翻译员 12月3号是国际生障者日 所以我们在这个周末 我们特别邀请 包括我们基隆市的所有的 这些身心障碍的这些团体 还有我们基隆市政府总动员 一起来举办这一个活动 那最重要就是推动这个身心障碍的权利 平权的一个价值 也能够让它能够向下扎根 到我们的各级的一个学校 让尊重身心障碍者 以及多元价值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 能够升值我们小朋友的一个价值观里面 所以包括在我身后有很多小朋友的一些作品 其实也是今天的一大亮点 那我觉得社会的平权还有尊重多元价值 尊重身心障碍者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社会的一个表征 所以我们基隆希望变成是一个进步的城市 变得更美好 而且希望是能够呈现一个更好的一种 城市样貌给全国的民众 还有包括来自国外的游轮的旅客 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一个友善而尊重的一个环境 我相信是成为一个进步城市 为大城市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希望大家一起来加油 为了落实向下扎根的观念 主办单位特别举办幼儿园 及国小低年级的相关着色比赛 并且由市长林又昌 亲自颁奖表扬给得奖的小小朋友们 开心地和小朋友以及家长们合照留念 同时也由市长林又昌以及基隆市议会 联席审查会主席庄龙青 和市议员庄景田 分别颁奖给在公私立部门 以及学校等禁用身心障碍人员 和服务身心障碍人士 以及身心障碍人员在职场工作上 表现优异的得奖人和得奖单位 希望落实CRPD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 宣扬公平参与机会平等 权益保障三大理念 宣示立体身心障碍朋友们 谢谢 谢谢 市长林又昌也逐一参观 机动市脊髓损伤者协会等 各个身心障碍团体 在摊位上展示的产品和手工艺品 指示社会处想办法扩大平台 加强宣传行销这些产品和手工艺品 帮助身心障碍朋友们 有做DM DM在哪里 包括由社团法人基隆市 荣雅福利协计会生产的 凤梨酥冷膏饼类食品 市长林又昌和社会处长吴挺峰 对于中加宽平吉隆有限电视公司 连续三年来在每年中秋节 购买荣雅福利协计会 自行生产的月饼 鼓励协会的荣雅朋友们自力更生 善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际行动 表达肯定和感谢 中南区和平岛民宅 上个月发生了气爆 造成了黄信屋主巴巡的妈妈 伤重住院治疗 由于气爆的威力大 几乎把家具全都炸毁了 事发后各界的爱心涌入皇家 其中基隆港督姐妹会募集到5万多元 帮助屋主来重建家园 回到事发现场 被炸毁厨具都已经整理好 瓦斯炉都已经改用电热水器和电热炉 不再用瓦斯桶 爆炸威力惊人 让家具都炸坏了 经过一个月的整理 生活总算可以回归正轨 但心理上的阴影还是难以抹去 阿嬷是在厨房准备煮晚餐 那我弟弟就在外头看电视 就是看电视 他年轻人比较有嗅觉 闻到有瓦斯气味 然后来跟我妈妈讲的时候 已经太好了 和平岛平一路的民宅 10月下旬发生气暴 八旬老妇人煮晚餐 不慎引发气暴 历经了四次的手术 总算脱离险境 阿嬷现在在家后病房 今天准备第五次的期节 前几次是清創手术 事发后各界爱心不间断 金融市议员吕美玲 号召了港督姐妹协会 短短几天就募集到5万多元的善款 全都捐给黄姓屋主 希望帮忙重建家园 这个讯息发布到我们 港督姐妹协会里面 那没想到我们 港督姐妹协会里面的姐妹们 非常的踊跃 大家都晓得捐款 大概有20多个姐妹 其实我们没有全部 我们是以礼监事为主 可是有很多的姐妹一听到 就来做捐款 捐赠的活动 其实我也觉得蛮感恩 蛮感谢的 那我相信这个人间处处都有爱 那也相信借由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然后希望说有更多的人能够 我们能够抛砖引玉 然后让更多的人来协助这一家 直到他们能够赶快的 恢复正常的生活 我的同学会 他们就有牵线 一二十万人的牵线 我似乎有感激 但是我不知道 在我有生之年 能引回报他们 大家这些免疫员 师姐们他们的用心 各界的关心及捐款 让黄承胜先生相当感激 目前暂时婉拒大家的捐款 只希望母亲早日康复 让生活回归正轨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道 我想要月入百万赚大钱 我想不住豪宅开营车 我想要天天上银排包 短短吃高级热力 来 现在牵下去 你就是人生赢家啦 醒醒吧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应征勾作时 要确认诚实性 以免求职不成反受害 新楼市政府关心您 没问题 我现在立刻发音没有给你 客气带来便利 缴纳地价税 看我一直搞定 现在只要使用 行动支付业者的APP 赏标税单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完成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多元缴纳管道 也能让你轻松缴纳 线上缴纳 一纸通 宅家搞定 真轻松 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 真的很不容易 守护重要的家人 让我们助您一臂之力 基隆市政府 协助就业弱势租群 提供各种协助 各区里办公处 也定期举办真材活动 帮您找到合适的工作 桨木杨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关心和平岛未来的发展 金融市议员张浩瀚在议会直询时 就建议市府要重新盘点和平岛公优场域的基地 该如何有效的利用重新规划 包括了北区直讯中心是否迁移 市长林又昌指出市府有初步的想法 但还会跟中央再沟通 和平岛现在也是我们在大基础历史场景 接下来可能在二企的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区域 但是在和平岛来讲的话 其实受限于整个腹地空间的一个发展 其实我们能用的场域其实并不多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在平一路的停车场 我们现在已经向中央来升起二企的一个预算 未来要做一个博物馆的空间来做使用 和平岛腹地有限 和一路停车场因为考古有重大发现 未来计划申请大历史场景计划 金融市议员张浩瀚关心和平岛未来发展 建议市政府重新盘点并且规划 有效利用公有场域 也盘点了周边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场域 包含了所谓的和平国小及北区职讯中心 那北区职讯中心其实就近邻了 现在我们平一路的整个未来的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基地 那其实当然早期它是因为台船 其他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训练 所以北区职讯中心在这地方设下了现在的一个限制 但是就整个环境以及未来它的发展性而言 包含了整个台船 它的工程其实已经大大的一个下降 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利用这样的空间 持续作为北区职业训所的这样的一个基地范围 其实我觉得这是值得思考 当然说我知道说这个地方的空间 它是属于劳动部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借由整个基地区域的一个发展 让我们的平一路的历史再造的现场的一个基地 能够更加的完整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我们更可以去想象的一件事情 北区职讯中心紧邻造船厂 早期培育人才 但因为随着环境变迁 职讯中心是否该迁移 市长林又昌其实已经有初步的构想 过去设在这个地方可能有它的历史的一个背景跟因素 那经过了这么多年 那整个河滨岛地区还有周边郎带的发展 已经跟当时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那我们有在思考一个方向 但这个还没有正式去跟中央部会来做提议跟建议 也就是我们在北无独国际研发新政 这个地方会形成新的一个产业的基地 那这个职讯中心是不是能够未来有机会考虑 跟我们的未来北无独国际研发新政这边的基地 能够做部分的一种结合 让这个产业或者让职业的训练 跟我们的产业区能够更靠近一点 那另外也跟厂商能够靠近一点 不过这一部分我们虽然有这样的构想 但还没有正式跟中央部会来提议 那接下来在议会之后呢 我想我会找时间去拜访部长 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他们来进行讨论 那如果这个方向能够得到支持 我相信职讯局的中长期的迁移 应该是有机会的 那未来整个和平岛的一个狼带 还有包括公共设施的一个配置 就可能可以更加的一个完善 此外包括和平岛市场转型 和平国小校舍基地空间利用 张浩瀚都希望市府能够重新规划 让和平岛未来发展有新的愿景 记者黄绍明就用报导 近年来发生多起街头聚众斗殴的案件 造成民众治安的疑虑 警政署加强全国性同步打击帮派犯罪行动 出动的警力超过了3000人次 查获了25个帮派犯罪组织 并加强收查帮派组织经营的 不法场所展现扫黑的决心 大批现金手机枪支 以及毒品咖啡包等 饭案工具摆满整桌 全都是警方查扣的不法物证 全国性同步打击帮派犯罪行动 11月15号起针对帮派犯罪组织 所经营的赌场 扎其机房 网络赌博 贩卖毒品等场所 加强搜查 展现扫黑决心 有鉴于黑帮分子 常以诈骗所得作为金流来源 警政署溯源追查 查扣新台币3668万余元 以及各式枪支13支 各类毒品408公斤 对于青角帮派犯罪 有相当程度的震慑效果 我们在日前已经顺利 增破一个跨境的火机房案件 这个案件的犯罪模式 是由廖姓主席 在台招募42名员工 以桥外资的名义 在台湾设立公司 租用高级的办公室 来进行所谓的 上磨养模式的一个 跨境火机房 那他做过人力银行 在台湾招募台湾的工程师 客服以及行销部门的人员 利用他们的不知情 来发展他们的线上博弈事业 那在日前我们经过场地的搜证 已经一举破货 那现场有查购了35部电脑 伺服器 NAS等相关设备 那经过初步检视账策 这个网站初步每个月 都有数亿新台币的资金代表 警政署表示将加强重邦派犯罪组织人流 金流以及从事不法行业 例行系统性扫黑 以求斩草除根 记者综合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式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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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集团关心您 中佳集团关心您 好的 宝贝发强 那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需要温暇 牛转化 转费 呃 蜇 明转费 转费 转费 媽那個網址你別亂點啦 應該是騙個資的釣魚網站 怎麼可能 上面的圖片沒錯啊 有這種活動都是官方發布訊息 你看這個帳號旁邊 並沒有通過認證的 綠色、藍色盾牌 粉絲頁也沒有官方認證的藍勾勾 啊我已經加入了怎麼辦 你先檢舉並封鎖這個假帳號 然後趕快更新你的密碼 這麼嚴重喔 下次不管是看到簡訊、email 或是網站連結 不要隨便點選 對於詢問個人資料的信件 要提高警覺 切勿因貪小便宜 點選好康連結 定期檢查網路交易紀錄 及更新網站密碼 才不會落入詐騙圈套裡面 好康連結 別亂點 保護個資才安全